先将两个柠檬用食用盐 砌除表面的果辣 今天咱们分享冰红茶的做法 砌除果辣后 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 去头去尾将它切成片 切好后再将柠檬籽去掉 加100克冰糖 扎均匀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 腌制4小时以上 锅中倒入1200克清水 8克红茶 稍微搅一搅 中小火将它煮开 煮开关火 盖上盖子焖3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将柠檬再挤一下水分 淹出的柠檬汁水一共160克 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红茶也好了 将红茶过滤一遍 再来回从高处反锁到三四次 这个过程也称之为状茶 茶与空气接触 可以弃除一下茶的苦涩味 再将刚才准备好的柠檬汁倒进来 开中小火再次将它煮开 搅一搅 让没有融化的冰糖将它融化 煮开关火 将表面这一层缝膜撇去 冷却后装容器中 放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 就成了我们的冰红茶了 召集喝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杯中放点冰块 我们的冰红茶就做好了 再擦上吸管 喝上一口冰冰凉凉 冰爽依然 清爽堪称夏日解腻的身影 而且做法简单 无任何添加 自己做的喝的更加放心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